你沿着北大西洋海岸行进 你驾驶着吉普车穿过丛林举平原 为你的部落格拍摄野生动物的精彩照片 然后你意外来到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地方 这是一个海岸湛蓝的海湾 人类未曾踏足于此 你在沙滩上发现一个不知名生物的巨大脚印 脚印的尺寸超过你半辆车 突然间你从与海滩交界的热带森林中 听到震耳欲聋的吼声 棕驴树断裂 一只不知名的怪兽走出丛林 为了了解这是什么 我们得回到过去 几亿年前 就在大陨石撞上地球前不久 一群暴龙迁徙到北大西洋海岸 他们到了那边一座面对海洋的海湾 长久以来归功于此地的天然保护 他们安全躲过当时地球上发生的所有天灾 陨石坠落 冰河时期和地震都没多干扰到这群暴龙 不过他们并非这里唯一的怪兽 有一群巨齿沙也游来海湾避险 海洋和陆地上最凶猛的生物被迫住在同一个地方 几百万年来 这些野兽在所谓演化的大锅里煮着 结果呢 一种新的破坏性生物出现了 这种新的混种兽 其两种古巨人之大成 暴龙 十二米左右的身高 与九吨上下的体重 尺寸约为一辆校车 恐龙之王 拥有又粗又壮的颈部肌肉 可以控制大头颅 以及含有六十颗历史的下颚 暴龙粗粗的尾巴 有助身体平衡 这种大恐龙的咬力 约达五千八百公斤 就像一头成年大象坐在你身上 够强壮 但跟锯齿鲨的力气和尺寸 完全没得比 这种鲨鱼长度达十五米 比地铁车厢稍短一点 体重七十五吨 比一辆坦克还重 几乎是暴龙的八倍重 锯齿鲨的下巴布满三百颗历尺 每一颗都是成人手掌大 而且锯齿鲨的咬力 比暴龙的强六倍 而这个是两种猛兽合而为一 继承了强壮的锯齿鲨下颚 三百六十颗牙 和巨大的暴龙头颅 这混血猛兽用双腿移动 不过有其在背上和尾巴末端 脚趾还有扑 尾巴到头颅长二十一米 体重大约九十吨 这是地球史上最大的生物 当然是继蓝经之后了 因为它在所有天灾中幸存 食物链中又没有对手 因此能够活到现在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锯齿鲨暴龙 我暴龙齿鲨 怎么叫都行 这只怪兽的吼声震耳欲聋 并冲着你来 每一步感觉都像小地震 你踩加油门 车子却不动 轮胎现在沙子里了 你好无选择 只好下车 从后车厢拿出冲气船和小马达 就在此刻 暴龙齿鲨用下巴抓起吉普车 把它当纸盒一般压扁 可与六头成年大象相较的压力 施加在吉普车上 怪兽把车当口香糖角 你听得到尖锐的牙齿 切过金属和轮胎上的橡胶 然后它又把车催了出来 与此同时 你往水里跑 开动眼睛 航行得越远越好 这恐龙追着你 跳进海里 它游泳很像鲨鱼 你看得到其落在海面上 尺寸有如一艘小帆船 幸好这怪兽追不上你 锯齿鲨原本的速度 大约每小时十六公里 不过这只的速度几乎减半 原因是它有巨大的后腿 腿上的蒲有助游泳 不过依然很重 恐龙的生理形态 让它无法加速太快 最多也就每小时十二公里 骑离你越来越远 就在此时 引擎开始发出嘎嘎声 糟糕 你想起自己没有把油箱装满 这表示在几分钟内 就只会剩下你和这巨大的掠食者了 它看不到你 因为你已经行情很远了 不过这怪兽因有鲨鱼基因 在水里嗅觉忧逸 你逃不过它的鼻子 你把船转向朝海岸而去 它的三角鱼鳍在远方游来游去 你往远端停靠 以避免被暴龙齿沙逮到 可是你的油不够 引擎停了 你开始用讲话 不过你现在太慢了 怪兽追上你是无可避免的了 巨大的恐龙从水中浮现又落下 创造出巨浪 把你跟船一起抛上岸 怪兽出了水 追着你跑 你有一个机会拯救自己 因为暴龙齿沙时速大约16公里 比暴龙的慢一点点 你跑走 轻松找到躲避处 但你及时意识到 这策略不好 因为怪兽的暴龙基因 拥有发达的嗅觉兽器 它能跟家猫一样 闻出你来 你只得跑得 离着野兽越远越好 你听得到身后 巨齿沙暴龙 震耳欲聋的吼声 树木折断 地面震动 这时 血突然安静了 为了让血贯通巨大恐龙的身体 暴龙齿沙的心脏 总是努力工作 但它跑的时候 心脏还是得加强运作 由于这样的负荷 恐龙的耐力不佳 很快就能把能量耗光了 或许 它正坐在地上喘口气 疲惫的你 也停下来了 你听不到恐龙的脚步声 暴龙无法猎捕小恐龙 因为它们能轻松跑开 用的招数是从远方听声音 只有跟暴龙本身一样慢的大只草食性恐龙 才可能变成它的晚餐 可是现在是21世纪 恐龙都灭绝了 带着怪兽吃什么 这时候你听得到几米外的树木断裂声 透过树丛和叶子 你看到一块大三角板 你往侧边跑 且意识到 这是只正港剑龙 这块土地 似乎停留在侏罗纪时期 这只草食性恐龙 尺寸如公车 平静地吃草 还发出声音 另一边 你听到饥饿暴龙齿沙的沉重脚步声 剑龙察觉到即将到来的敌人 它就战斗姿势 暴龙齿沙接近中 你跑回安全的地方观看对战 暴龙齿沙跑出丛林 它咆哮 睁开巨大的下颚 攻击这只草食性动物 剑龙迅速用带刺的尾巴打击敌人 暴龙齿沙往侧边摔 树木裂成小树枝 巨型怪兽底下的地面震动着 它起身 愤怒地冲向对手 你决定跑开 帮自己争取一点时间 你来到岸边 跳上船滑离这座海湾 越远越好 两只大恐龙的吼声 从丛林中传来 你决定沿着海湾航行 要去有文明的海滩 航行过程中 你注意到突然变安静了 太安静了 海面涌起浪 可是没有风 水起了泡泡 你听到海洋深处的轰鸣 透过蓝色表面 你看得到几只触手 触手巨大 而且四周都有 这肯定是带游鱼 或者甚至是挪威海怪 然后你看到这怪兽有鲨鱼头 现在你肯定逃不了了 因为海怪沙游出水 不过这是个全然不同的故事了 我看不过次来 我看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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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能不是 我们这张都没有 应该要是 感谢观看